到底一個卵子或者是幾個卵子才能夠生小孩 一個小孩 這個常常會病人就是說 這次我要取幾顆卵子才過 那這是一個試管醫療中心 從2014年到2020年 總共六年當中 單一診所總共有 一萬兩千多個病人的 兩萬多次的齊卵 起出了24萬8千多個卵子裡面的 5萬7千多個囊胚 那他們就來算 到底一個卵子能夠產生 或者是要幾個卵子才能夠產生一個孩子 大概35歲以下 卵子100個卵子可以產生11個小孩 可是42歲以上 100顆卵子只能產生1.2個小孩 這當然是跟年紀有關連性 那使用佩胎快篩PGTA呢 100個卵子可以產生2.88個小孩 不用的話是100個卵子可以產生2.79個小孩 PGTA比較特殊 他在38.5歲以上用PGTA 它會增加比較多的小孩 38.5歲以下使用PGTA 是會減少的 那從這個試劑顯示 你會發現 如果我們剛才是把年齡群擦開嘛 如果所有的年齡群打成一片 可見卵子的產生小孩子的效率是2.82個 100個卵子只能產生將近3個小孩 所以這就是卵子的使用率 這個名字你們大概第一次聽到 所以可見這樣回答了 你今天42歲 蔡醫師我要生一個小孩 我要幾個卵子 如果照這個研究是要100個卵子 如果你35歲以下 蔡醫師我要生一個孩子 因為100個就可以產生11個小孩嘛 所以你大概10個卵子 就可以產生1.1個小孩